如果連我自己競選 其實我也覺得說 應該是要公費選舉 是 如果你要真的往一個更公開透明的這個方向中 做很多國家都公費選舉 日本也是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才是個核心 能夠 你不拿他們的錢 好 那我們之前也有個週刊也也做過 現任的這個立委 八成跟建商都非常有直接的關係 其實 以屯房稅這件事來講 根本沒那麼複雜 就是我們 不敢實價課稅 反正你有多少財產你就實價 如果一趴 那這個是很 很重的稅 是一個蠻公平的稅制 台灣的這坪數也另外一個世界的奇蹟 因為我們就是虛坪 很多的建商就在說 你要是十坪的話 到時候我們一坪變成兩百萬三百萬 沒有關係啊 你就讓它真實展現 未來的都更是很難都更的 二十坪 你經過你一都更完 你本來可以住一家人 一家四口的 就變成一個套房了 如果你真正房子是拿來住 你真正要住的那一戶 我們甚至應該主張 就算免稅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自助根本不用繳稅 也無所謂